反正這個字自己配一下大小大概調一下 另外按Ctrl鍵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拉完之後的話呢自己再變更裡面點一下裡面的Caption改一下 再來怎樣把這個地方格式裡面的對齊對齊左圓 然後水平隨時兼具設為相等這樣就OK了 名稱再改一下再來的話呢改什麼這個地方 我們還有一個下拉清單 然後兩個testbox一個label 好下拉清單所以可以怎麼做呢你可以這邊一樣把它拖拉一個 然後 這個地方這個名稱叫C M B CM CM A 所以大寫A Enter一下名稱記得要改 然後呢記得就是 參考我上面的盡量跟我一樣 或者程式 可能會抓不到上面的元件 那第二個的話就說他的字大小你可以稍微改一下因為預設的字實在太小了9號字 你可以改20 然後顏色看有沒有變更 那在Ctrl按住往下 拉一下 這個可以再一個 名稱自己再改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輸入的品名一樣 拉一下 自己再改一下 名稱 然後字的大小改一下 Label 再拉一下 這樣子 OK 這個地方的話你可以把裡面的字 清空 Caption裡面的話 把它delete掉就可以了 那字的顏色 Enter一下 裡面的字就不見了 顏色啦 大小字 自己再調一下 最後的話呢 再加四個按鈕 就在這邊 四個一個 當然一樣 你可以把它設定你的樣式 然後做完之後 Ctrl按住 四個 顏色的話 這個名稱的部分的話 也自己再去變更一下 盡量 照我上面做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錶單的部分 那這個錶單 我覺得非常重要 尤其是你將來呢 要做一些自動化 如果你可以把它整合在錶單上面的話 這個就 比較 不容易出問題 比較不容易出問題 因為一般使用者 他在輸入的時候呢 如果你讓他隨便輸入 他就給你隨便輸入 那如果說你集中在錶單裡面的話 他輸入 就 比較不容易犯錯 當然如果你不希望他犯錯的話 盡量防呆 反正好很多東西就是 固定的 你就下拉選單 選一選 這樣子的犯錯機率呢 就會非常的低 那還有就是說這個錶單的 設計工具 跟那個大型的開發工具 像Visual Studio啦 那些其實說真的 該有的應該都有了 所以能做到的事情 其實也都大概都能夠做得到 那以往呢 如果你要設計在 Windows裡面 出現這個錶單的視窗 其實 可能要需要工程師幫你設計啦 不過如果你可以 自己動手做的話 這樣的話呢 你想要畫面放什麼東西 做什麼事情 其實都可以自由去決定 那當然最後的儲存 也可以把資料存在 看你要存在Excel 或者存在資料庫 都沒有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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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